嗨 各位美洲华尔街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来到了下周股市预测各股精选以及经验体会的时间了 那么本周五大家都看到了整个的股市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调 同时最近的一个月很多我们的华人朋友因为喜欢买那些网红股 深受其害所以大家都现在都应该说蛮难过的 那么下周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一张QQQ的图 它的趋势线已经跌破 所以我一直在直播间里跟大家讲7月8号的一个低 就是短期的一个支撑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我觉得下周会到 而且我觉得股市已经涨了非常多 调整一下也可以 但是很多朋友因为持有这个网红股 这个灾情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下周我看好的股票还是UVXY 请大家不要误会 很多人以为我把这个UVXY作为一个长期投资 但是我们不得不发现大部分的人也喜欢做UV 很多朋友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也喜欢做UVXY作为一种对冲或者一种赚钱的一个工具 所以下周我们来看好这个UVXY 那么上一周我们选了一个纳斯达克看涨 结果跌了差不多一点应该是跌的蛮多的 一点超过1.2 我们选了Raku 很多朋友说 哎呀老王你怎么没做功课都跌了7%了 那我觉得呢 这种东西呢 有的时候呢 我一直说股票是门艺术 而不是一门科学 很多朋友说你看那么多书 或者投行有那么多这个经验 为什么他们都是失而会错 为什么高盛还被人说是反向指标 这个呢 我就觉得呢 股市是门艺术 也就是说当你出现失误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及时的进行调整 特别是要认错 有的朋友很较真 认为说 老王你是专业选手 或者说高盛你是专业选手 你就应该对 那这个呢 就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了 那么本周呢 我想谈一下体会 就是 我已经做了这个视频直播 做了一年多啊 从我开始做二月份 就是去年股市开始火爆的时候 到今天为止呢 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了 那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呢 就是一直我跟大家讲 我不害怕得罪很多人 因为很多朋友一听老王 比如说前一阶段 我建议大家不要买网红的股票 那么有一位朋友呢 后来又发言了 他说呀 你看这个老王说 这个不要碰网红的股票 我还好没听你的 我还赚到钱了 我个人认为呢 作为一个二十年的这个老股民呢 我想唯一的经验呢 就是你一定要设置一个停损点 除非你是股市股 长线投资 对吧 你要做短线投资 你一定要设停损点 我们很难说这些网红票会跌到哪里 这个真的说不清 好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像这个 Space从这个50跌到30就跌完了 肯定要反弹 这个没有肯定说的 而且很多朋友呢 我建议大家呢 千万不要这个太较真了去补仓呀 或者说认为这个底部要到了 特别是一些网红股 根本没有基本面可以去分析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分分清楚 如果你是做交易啊 也就是说 就是认为赚钱啊 炒股就是赚钱 那就是交易不是投资 投资的话应该20年 根本不会去看股票 就是看着这个公司的发展 把它做为一门生意去做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节点上 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痛苦 甚至有的人恨不得钻到地板里面去 因为我也曾经有过这种体会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这种纪律呢 非常重要 第二不要相信任何人 只要相信你自己 好吧 相信你自己一定要有纪律的去止损 因为留得清三寨 不怕没柴烧 好吧 所以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